很多人都問我格陵蘭其實是不是很悶 那悶不悶就見仁見智 但我想對於喜歡大自然的朋友 就一點都不會悶 今次就介紹我在格陵蘭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格陵蘭的冰武 據我所知 目前世界上只有兩個地方還有冰武 第一就是南極洲 第二就是格陵蘭 格陵蘭冰武覆蓋的面積雖然沒有南極洲的那麼大 但就融化得更快 大概是因為相比南極洲 格陵蘭和極地的距離其實相對上遠 今次的冰武建行就是有格陵蘭之後 五百多人住的小鎮Kangalushan出發 走了足足兩天 眼前就真的只有冰 左邊是冰山 右邊是冰湖 難怪格陵蘭在地圖上是白色的 在那邊是下來的 那 advancing去吧 到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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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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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